凡事欲择利,不欲择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前名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欢迎您再次收看和风谈判课程 今天我们见到第十一讲 谈判战术锦囊的议题切割和挂钩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连续几个讲 我们会介绍你几个谈判战术的锦囊 我们前面带着谈判的基本技巧 你都学了啊 你怎么找筹码啦,怎么出牌啦 可是总要有一些东西可以让你随时像锦囊妙记一样 随时可以掏出来用 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什么时候有用 所以这一讲呢 我们的战术锦囊就介绍你第一案 第二个两个战术 议题的切割和议题的挂钩 议题切割议题挂钩 这个是谈判的一个基本动作 我常常讲啊 就是你如果不管你是不是一个谈判的高手 或者说你刚刚刚入行 议题的切割和挂钩都非常的重要 这是基本功啊 你一定要学会 切割法 切割法就是什么叫切割呢 不是我跟你切割 不是啊 是今天一个事情发生 它总有切成很多部分 从来说没有一个议题在谈判桌上是单独存在的 比如说你看我们讲价格 价格怎么在单独存在呢 你为什么这种价格 因为我有这样的规格 我有这样的数量 我有这样的付款方式 我有这样的交货条件 所以我才有这个价格 也就是说谈判桌上的东西呢 它永远是一个组合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 那所以你把它切成好多块嘛 价格 规格 数量 付款 交货 这个叫切割 所以人家问说 你一定要的价钱才能卖吗 标准答案是如果 如果什么 如果交货条件不同 如果付款方式不同 数量不同 规格不同 价钱当然就不一样 就是如果配套配套不同 那价格不一样 那你来跟我谈配套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切了很多东西 它才有配套嘛 那什么切割呢 比如说你一定要的价钱 那我说好啊 那你如果一定要的价钱的话 那你的那个付款方式得好一点啊 或者你数量得多一点吧 就是我价格答应你 你数量给我 拿来换嘛 对不对 你不切出来怎么换 谈判的重点就是换 那既然换的话呢 你要创造交换的空间 那交换空间怎么创造呢 第一个方法就是切割 切出来嘛 切出来嘛 你价格换规格 或者价格换交货 对不对 或者数量换付款 或者它每一个东西 它都是必须可以换的嘛 换的嘛 所以这种呢 所以人家问我说 你一定要的价格才能卖嘛 对不对 我们说 可不可以打折呢 当然可以打折 但是配套跟着变 当然可以但是 所以我们在谈判上 我们把它叫yes but yes but 当然可以但是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 你把它这个带起来看 它就是ABCDE几个 如果你A拿到BC就不要 A没拿到要B要C 换排 因为只有切了以后呢 才可以打算重组 重组以后呢 才能够变成假案 一案并案 对吧 所以这是切割 为什么讲说切割是谈判铁律 基本动作 第二个锦团妙计呢 你一定要会的就是挂钩 一题挂钩 今天我跟你谈A A是我比较弱的 我希望你A让给我 你不让给我 我发现你在谈B一题的时候呢 你有求于我 于是我就把B一题跟A一题挂在一起谈 说如果你A给我的话 我B就给你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我C也挂进来 如果你A给我 我B给你 我C也给你 谈判桌上只有一个 我挂了第二个第三题来 这叫挂钩 你这个给我 我那个就给你 这个在挂钩的分类上 叫做谈媚 那当然了 你说你就谈媚 那可不可以不谈媚呀 当然可以了 挂钩刚刚是正的挂 你也可以反着挂呀 反着挂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不给我A 我就不给你B 不给你C 刚刚前面讲正的挂 叫做给 现在呢 反着挂 我们叫做不给 不给呢 那给的叫做产媚 那不给的叫什么呢 不给的叫勒索 如果你不给我A 我就不给你B 我就不给你C 看没有 就是谈判桌上的东西 我们总是一个东西没办法谈 千万千万记得 一个东西是没办法谈的 那只能逗牛啊 所以我一定要有好几个东西在谈 或者挂 或者切 或者增加筹码 或者创造交换的空间 所以这个是 要进谈判 进南妙纪的 那么前两个战术 也是每个人必定要学会的战术 练习一下 我们下一讲 再见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们下期再见